我们是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 让我们今天晚上星期三有机会一起去学习天路历程 在我们开始离开张亡城的时候 帮我们思想究竟什么是福音 而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究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让我们去追求你的国利的义 让我们好像天路客一样 去跟随着你圣经的教导的指引 离开这个世界,揭力奔跑天路 以至我们有一天都会在天国里面与你永远同在 帮我们思想这一切,祝福我们一起的时间 尤其是让我们在小祖里面可以彼此认识 彼此通过这个故事更加去认识我们应该要走的路 祈祷我们捧着耶稣基督明求阿们 我不知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其实这部电影是4月出来的 过去的周末有很多人传了很多WhatsApp 告诉我,你可以上网看 因为他说8月25号、26号是网上可以在网上 因为我小孩子,星期日晚上我说很想看 我就按了给他看 我看到最初10分钟已经知道不行了 因为他改了整个故事 改到像荷里活那些,哈利波特影子那些 很奇怪的 最后我们一家,我看了15分钟就去睡觉了 其他人看了一半,最后看不完 我太太说很差很差 她觉得不可以让小孩子继续看了 不过,我们看的不是这部电影 这些才是经典的东西 我们要看回那本书 他所给我们天路的蓝图 当然,如果你之前有在周六的崇拜的时候 你知道我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会跟你讲天路历程 每个礼拜都有机会去讲一点点 现在我们不如就应该一起去读一下这本书 如果你之前在这里,你知道我们的小组是有几个要求的 第一,我们很希望大家每人都在家里读书,读圣经 如果你自己不是读圣经 你只想来听东西,做小组,其实没什么意思的 我宁愿你一定要先看了圣经诗 所以鼓励大家继续在开小组的过程里面 都是努力读你的圣经 起码一天读一章 应该最好读两章 两章就可以一年半可以读完 其实是可以的 你慢慢试试试 就算你现在一章开始听到鼓励 你去到可能半年的时候 去升级一下,就是读两章 我都记得以前 我那个小子是最没办法坐定去读圣经的 我记得他七岁那年我跟他说 不行了,我一定要和你坐下去和你读了 你自己坐不定,我和你坐定 每天我一个字一个字读出来 我记得和他读了三个月左右 他突然间有一天跟我说,他说你不用跟我读了 我说我自己可以读了 然后再过了三个月他就跟我说 他说,爸爸我发觉原来我不读出口 他本来就跟着我读出口 他觉得读到口都干了 他发现原来我在脑子读,可以读得快很多 从那天开始,他就说我一天可以读两章 所以做过多年半,他就读完第一次了 非常好的一个 我觉得小孩子都可以做到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做到,好好读圣经 接着我要你细细去思想冰人 这本是一个classic来的 这本是世界的名著 但我们不是用一个故事书的形式去看 我们当它是一个,也不是叫做宿灵小品 我们当它是一个天路的蓝图 真的是他在说我们的世界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冰人 我想大家可能你曾经学习在教会里面都接触过天路历程 这本书我记得我以前中学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天 他太闷了,随便在书架上拿着就拿着天路历程 那时候觉得好像是主日学的故事 但其实根本就不明白 他原来在说的东西是给我们一个属灵上的指南 而且这是一个巨注 这个不是为了儿童主日学而写的一本书 所以我希望大家读的时候,我们要小小去读 中文版我给了大家一个浓缩版 主要是不想大家再埋书 我们试试 所以这个浓缩版,如果你读得英文 你读英文其实更好 因为英文是原著 只不过将英文比较Modernize 但是中文版基本上有了所有中心的意义 我希望第二课开始 我一早就派给大家看的中文版、英文版 大家自己可以跟着或者提早去读 但是我想你 我在这里就会和大家一起读 读了的时候,希望你去小小的思想 当然,好好读小小的思想一定是彻彻求的 没理由你读完之后就坐在那里 说我知道这个故事是说什么 而是我们真的要把它变成一种祈祷 变成一种第一是为自己的祈祷 第二是为教会的祈祷 我想这件事我们最后要的是一个 Light Transformation 一个生命的改变 我们为什么要去读奔仁 也不是贪他的故事够吸引 而是因为我们要回归圣经 我们要真的知道如何去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 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怎样可以去见证上帝 那我就很喜欢这一句 我记得当时 Packer有本书 叫做Quest for Godliness 里面他有一个introduction 就是说 Why do we need Puritans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清教徒 帮人是其中一个清教徒 在我读这个intro的时候 最恨我的就是这一句 他就说 清教徒的生命表彰了他们的成熟 这个是说的是属灵的成熟 我们却是没有 我们是没有属灵的成熟 我们都是属灵的小艺人 我记得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是很恨我的 我想不是说我们教会多废 而是说 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基督徒真的很废 我希望你会有一个这样的经验 就是你读帮人的时候 你仔细想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我们真的很废 如果你看不到 原来我们很废的话 可能你还未看得明白这本书 其实很多人去教会 或者去小组也好 或者去参与这些门份也好 都是对自己的感觉良好的 自我感觉良好的 对吧 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很飘青了 或者是教会里面也没有什么人爱住 我们也算是这样的 但其实不是的 其实如果你真的好好地去读天路历程 你会发现 他所在建议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 和我们现在活着那些 很随随随的东西 是很不一样的 我想第一课完的时候 我每一课 我希望给大家三点去思想 或者稍后你去讨论 还有当然可以祈求你应用 我想第一课 你稍后会达到第一个点 就是圣经对宾人有多重要 这件事已经足够我们回想 又不是我 牧师我都看完一次圣经 我不是在说这件事 而是对于宾人来说 他所有的思想 都是出于圣经 而唯有一个 我们不是说我看过一次圣经 两次圣经 而是说我们整个脑袋 是充满 saturated with scripture 不是都有圣经的痕迹 而是充满着圣经 基本上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 我只不过想和大家很快读完第一章的故事 无论你自己私底下已经读过 或者你未读过 都无所谓的 我读的时候 我都会显示一些重点 好 这个是帮人的开始 他说 我在这世界的旷野中行走时 偶然见到一个动月 于是我就在那里躺下睡着了 我在睡中作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衣衫蓝楼 手上拿着一本书 背上背着一副重担的人 他背潮着自己的家 正在全神贯注地拿手中的书 我看见他一面独 一面伤心地流泪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说 我在这世界旷野中行走 这个旷野当然是出于圣经的 如果你熟圣经 你读过出埃及记 文数记 生命记 这些全部都是说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 是经过一个旷野 去到最后应许之地 所以旷野 在基督教历史一直是说 在说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一生 原来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的家 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 是想找一个家的感觉 我们是想落地生根 我们是想职聚财宝 其实圣经的思想完全不是这样的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的世界 是我们的抗野 这个讲到的抗野 可以说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 故事里面这个抗野 故事里面他说这个人 经过那个抗野里面 有个洞穴 他睡着了 第二个层次就是 奔仁他自己 他自己在说 他当时 如果你记得你当时 有看过那个 网上的奔仁的纪录片 说到他 在他英国的时代里面 他所受的逼迫等等 接着他坐牢 那个洞穴就是他坐牢 所以他说他在映射自己的人生 在这个抗野 他觉得 奔仁他一认识了上帝之后 他在英国当时他所经历的人生 就是一个很短暂的人生 只不过是他地上的一个抗野 接着我偶然去了一个洞穴 这个洞穴就是坐牢 在这个洞穴里面 我就梦了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故事 在这个洞穴里面写了这个 这个是第二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 就是这个抗野其实是说你和我的 你和我的人生 就是应该是一个抗野的人生 有没有想过 你和我的世界 即是家不是这个世界 我们都是跟着这个 这个同一样的天路的蓝图 我想说这件事 这个slide我说了最多了 你会发现他开始说 很多的图画都是从圣经出来的 比如说《衣衫蓝楼》 这些是以赛亚书里面出来的 一本书就是说圣经 它有的重担 它的重担是什么呢 它的重担不是 如果你看过那部电影 你知道他家里是很穷的 他是很穷的 他没有学问的 他结婚之后生了第一个女儿 他最爱的女儿叫Mary Mary一生出来就是盲的 所以你可以说这个人有很多的重担 接着他又要坐牢 又要被逼迫 但是他说的这个重担 是不是那些重担 完全不是的 他这个重担是罪的重担 是因为看到圣经 接着他的重担逼人来 接着他伤心流泪 很值得说 很有趣的 那个星期六完了之后 是有人问我 真的问我的 就说这个伤心 他们在他小组讨论 有人说 他这个流泪 一定是想起耶稣基督的爱 或者上帝的爱 所以太感动而行 我说你真的跳得很快 摆明就不是 他说这个伤心 是因为上帝的审判 上帝的愤怒 而他有一个conviction of sin 他知道自己是罪有应得的 他知道自己会被审判 所以他哭一 那为什么我们会突然想多了 或者想歪了 是说一定是被上帝感动呢 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再不讲上帝的愤怒 我们也不讲罪的公假乃是死等等那些东西 于是 在我们来说 我们的哭一 要不就是为我们生活的重担而哭一 要不就觉得 在某一支唱歌的时候 很感动的时候 他们的哭一 但是完全不是崩人说的东西 我想告诉你们 如果崩人要写一个见证的时候 这个就是那个见证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崩人真的有一个自己的见证 就是他信主的见证 我想如果没有记错 那个题目应该叫做 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 大概就是叫做奇因典 就是上帝的大恩临到一个罪人中的罪魁 其实他的见证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他的见证的男徒 你现在想想 如果你跟某一个刚刚认识的基督徒朋友 教会里面说 你怎么信主 你会听那个人会说很多很奇奇怪的东西 什么叫奇奇怪的东西 他会说 是的 我那时候病了 然后在医院又跟我传福音 然后教会很关心我们 我祈祷 然后我康復 他会说很多这些不同的重担 或者家里的困难 教会怎么帮我 你会发现 崩人是不说这些东西的 这个就是清教徒和我们的分别 他们的信仰是成熟的 他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那个见证的模式是说什么 是说罪、审判、上帝十字架的救恩 以及恩着救恩我们得着的喜乐等等 而我们今天见证不是说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 我们的见证很有问题 我们教会里面做的见证很有问题 我们在报道会里面做的见证很有问题 我们听的见证很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见证是圣经、新药、圣经里面找不到的 你会发现他的模式是跟着保罗的模式 他是跟着彼得的模式 他是跟着若翰的模式 这个就是这本书厉害的地方 这本书厉害的地方不是有人写了一个故事 跟着他有他的故事 我还有我的故事 如果我写天路历程 就不是这么写的 我的重担就不会是这个重担 那个就是你的问题 因为圣经的重担是这个重担 圣经的重担不是你的重担 就算你从小到大在一个很破碎的家庭里面 你有很多伤害 这个是一个超然的世界 最大的问题不是你从小到大的窮困或者家里破碎 你最大的问题是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上帝的荣耀 而罪的宫教乃是死 有一个超然了所有reality beyond reality的reality 那就是上帝的reality 而这个是我们的救恩的pattern 直到我们的教会 我们整个教会开始朝向这个pattern 我们教会是没有真正的成熟的 那你现在用这个量度去看看我们现在教会的情况 你就知道我们是多大势 OK 但我想你记住 这个是他的pattern 如果我今天叫你重写 或者叫你写你的见证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每年都有新人受证 或者是兼讯 或者是过会 我们都会要求他们 讲他们的见证 你看过这么多的见证 你开始发觉 其实我们的见证是不合乎这个pattern 严格来说肥脆了 要重写的 但是我们你叫他重写他都写不出 那问题来了 究竟他听过的福音是什么福音 就写着 浩涂大哭起来 嘴里还在不停地哭着 我应该怎样做呢 这些全部出于圣经的了 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回到家中 为了不让家人看出他的内心的烦门 就极力掩饰自己 但他心中的仇苦却有争无减 最后 他实在压抑不住了 就对妻子和儿女说 我得知道我们所住的这座城 将来必被天火焚烧 如果我现在不去找一条出路 恐怕将来我们都要死在这里 我的家人 他的家人一点也不相信他的话 还不认为他神经错乱了 他门一则不能理解他内心的煎熬痛苦 而则想以几笑怒骂 甚至相应不理的态度对待他 使他醒悟过来 他只好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房中 为家人讨告 之后他常在田野里读书 当然就是读那本书 和祈祷 内心的悲苦使他不时大哭 我该怎样做才能得救呢 我想你留意一件事 就是他未信主的 他未信主的 但他已经被那本书所吸引住 那本书开始侵蚀他的生命也好 掌管他的生命也好 但他未信主的 但是信心又哪里来 是由听到而来 听到是上帝的怀疑 我们今天不信这件事 我们觉得 那些人未信 你一定要让他听见证 和他唱歌感动一下他 我们没有想过 一个未信主的人 最好信主的方法就是读圣经 是吧 但我们要回到这个世界 是唯有上帝的话 才可以去劝迫这个人 才可以捉住他这个人 你最好传福音的方法 就是鼓励那个人读圣经 所以我们当中大家都知道 我们鼓励大家读圣经 甚至我经常都说 你未信主不要紧 只要你肯和我们读圣经 我就会陪着你一起读 直至你读完 接着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去 这个人就是这样 他未信主 但是他知道圣经的真实 一天正当他在那里 左顾右盼 想要逃走 却不知往何方逃的时候 而一个名叫 传道人的走向前来 问他 你为什么哭哭呢 这个传道人的英文叫 Evangelist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我的英雄 你发觉传道人才出来 做两件事而已 引用圣经和指路 他不是帮你走 他不可以抱着你 送你去那里 但是他可以为你指路 然后用圣经去鼓励你 他指着手中拿着的那本书说 先生 我读了这书以后 知道罪的功架乃是死 死后且有审判 哎 我实在不怨死也没胆量 去接受审判 传道人又问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呆纳在这里呢 他说 因为我不知道往哪里去 传道人就把一卷羊皮纸 递给他 那上面写着 当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 我想你留意一样东西 就是在天国列情里面 他有很多 我们叫做Multiple Allusion to the Bible 就是有很多东西 都是指向圣经的 刚才有那本书 那本书是什么 是圣经来的 接着他这里出了一个叫什么 羊皮纸 羊皮纸也是指向圣经 因为迟些会有一个 有一盏明灯 有一个light 有一个shining light 有一个光 那个都是在讲圣经的 所以他是在讲圣经 但是他用不同的图画来 代表了圣经 Multiple Allusion Multiple Allusions to the Bible 一个羊皮纸 接着 那人看了 这句话 就追问我要逃到哪里去呢 于是传道人便指着前面说 你看见那扎门没有 这个就是 去到扎门 No cheap grace 没有简单的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做个 决志的祈祷 那就可以了 接着回家 平安的去吧 你一定要走 而且要走向那扎门 他说我什么都看不见 有没有见到那扎门 我什么都没有 没有看见 传道人又问你看见远处那道亮光没有他说 隐约可以看见了 你那里隐约他那个亮光 如果你看英文版 就是Shining Light 他立刻后面固定是什么呢 Psalm 119105 这个就是诗篇119篇 诗篇119篇 由头到尾176节 都是讲上帝的话语 所以这个亮光又是指他什么 圣经的 所以他有很多的图画都是讲圣经 总之圣经就everywhere 在整个旅程里面 是不断重复用不同的形象那里出现的 传道人就对他说 朝着那光 那圣经 那光的指引向前走 你便可以看见那扎门 只要你想去敲门 就必有人告诉你应该怎样做 我在梦中看见那人拔脚便跑 才跑不远 他的家人便发觉了 就呼叫他 要他回来 但他污住耳朵一边跑一边哭 生命生命 永远的生命 头也不回地 朝平原中央奔去了 这个是第一章 亦都是我想最重要的章 而你可以在你的脑海里面重复 它去到哪个阶段 第一章的影子 亦都不断在重复 我记得我在星期六说的时候 我说 或者我们应该每人都有一个闹钟 一开波就是 Life, Life, Eternal, Life 因为我们第一样 早上起床要想的东西应该是什么 Life, Life, Eternal, Life 就不是work, work 就是要去做什么 上帝有一个讯息给我们 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东西 都是我们生命这个天路历程的一部分 我们每一天都是继续离开这个世界 越来贴向天国 每一天我们都要哭叫 因为每一天每一个决定都是生死之间 没得放弃的 但我们现在很容易觉得 可以了 我有确据 上帝已经拯救了我了 总之我在这里可以享受 等退休 等耶稣回来 不是的 由头到尾是 Life, Life, Eternal, Life 你可以想着在这个整个故事里面背后 有一个不断重复的一个主题 或者一个副歌 那个副歌就是 Life, Life, Eternal, Life Life, Life, Eternal, Life 它每天在它的旅程里面都是听着这个声音的 第一章就完了 我想给你三个项目 三个项目 一会儿你可以去讨论一下 三个项目 给你去思想 去反省一下你的人生 三个项目 给你去切切地为你自己去祈祷 第一个 在第一课里面 第一章我们看到的 是一本天书 这本天书是上半距的身旁 上半距左右 还要深藏心里面 你可以有本圣经常伴在你的床边 可能你怕晚上发恶梦 你可能读以前曾几何事 我们去考圣经的时候 那几天你常伴在身旁 但你不会藏在心里面 这本圣经要在你的身旁 亦都在你的心中 第二 神经错乱 真实信仰其异的眼光 有没有想过 当我们真的信一个真实圣经的信仰的时候 其实旁边的人 应该对我们有些好奇异的眼光 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意见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有没有这样经历过你家人 或者你最好的朋友 觉得你缩了 你应该是有这样的感觉的 所以我读到这个 我都想起了 曾几何事 我父母都觉得我缩了 那就是祝他们今天在 但曾几何事 他真的觉得我缩了 曾几何事 我们的很好的同学朋友 然后去到某个位置 跟他们分享圣经的时候 他真的觉得我缩了 当然好些说的就是 他觉得他变了 为什么他常常在说上帝 为什么常常在说耶稣 但是从某一个角度 他没有办法明白 为什么我常常在想这件事 于是他在他的眼光 觉得我有点神经的错乱 真实的信仰会引来其异的眼光 这个是应该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 如果我们的见证 让人听了之后 哇 很好啊 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信 都像你这样 那也挺好 这个也许不一定是最好的见证 不是一个合复圣经的信仰 最后 拔步变跑 污住耳朵 永远生命 这个是我们每一天的动作 这个是不是你每天的动作呢 你要怎么样可以逃离这个世界呢 你必须要拔步变跑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的 我们很怀面这个世界 我们好像落了那个泥沼 动不了 拔起不了 其实不是拔起不了 而是我们很怀念那个世界 我们很想翻去 但是他也说过 这个人拔步变跑 都不够了 原来他跑到一刻 都会有人回来叫你回家 所以他要污住耳朵 我们今天每天都是听到很多世界的声音 一会儿你可能要分享一下 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除了你污住耳朵之外 你仗没有边跑边哭永远的生命 如果你有空 你不是有空 如果你每个礼拜来周崇拜 我其实每一篇道都是和你呼喊 Life, life, eternal life 当然我几大声都好 都是只是一个礼拜和你喊一次 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面 谁跟你喊 Life, life, eternal life 你都不可以靠其他人 你要自己去呼求这件事 重要 你从要和你隔离的人去呼求 Life, life, eternal life 我做爸爸也做 和子女呼喊 Life, life, eternal life 你做太太的和先生 先生要和太太 你有朋友有教会的祭兄姊会 Life, life, eternal life 好,我们今天到这里 我们做一个祈祷 求主帮我们去思想 细细想这段这样的圣经 或者这段这样的天路历程 我们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 多谢你 让婚人有这样的心思 是他消化了他一生 所听所闻 他的圣经 他的人生 多谢他的智慧 多谢他的执着 多谢他只会用圣经 写他的故事 以至今天 我们要用一个新的眼光 新的眼睛 去思想 你对我们今生日的呼召 求主你帮助我们 要我们不听世界的声音 而单单去朝着天国的方向 Life, life, eternal life 请求我们 让我们平安地到达天国 我们这样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明求 阿们